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关于消灭课时 我们要去谈三个词 真理 包容与爱 现在让我们看看推亚推拿教会 看看耶稣对他说什么 启示录记载了七家教会 是耶稣有信息要告诉他们的 他们当时都是在亚西亚一带的 推亚推拿是其中一家 假如这信息只是主给那些 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教会的话 就不会在圣经里记载 为什么 因为只是对他们说 这信息记载在圣经 是因为这是个预表 也代表我们现在也管用 我想首先指出的是 耶稣并非对推亚推拿城说话 却是对推亚推拿教会说话 看看主怎么说 我希望用第一人称 来重复耶稣这番话 因为他在对我们说 好吗 可以吗 这话对我们今天还是管用的 所以请留心 主这样对我们说 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 我看见你的爱心 信心 服侍 和坚忍 也可以看见 你在这些世上 不断长进 我有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当一个施工开始倒退时 首先消失的会是什么 神的爱 主对以佛所教会说 你已经不像起初那样爱我 不是我们教会 我们非常相爱 我们不但非常相爱 而且有很好的聚会 很强的信心和坚忍 容许我多说一句话 我们在这些方面 都不断长进 牧者最不想听到 耶稣对教会说什么 假如我是耶稣 牧者已经说 我们在不断长进 所以这教会是家很好 有增长和健康的教会 他们爱社区 也服务社区 当我们看看 耶稣继续说什么 好吗 我要肯定大家可以跟上 这不是一家要持守 却是在增长的教会 明白吗 耶稣称赞后 他突然转过来 纠正说 但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女人 耶稣别 把我的众仆人引上歧途 他教唆他们犯淫乱的罪 又教唆他们吃寄过偶像的食物 为什么那人叫耶稣别 那么你要明白 有许多犹太人 在那些教会里 当读完猎王纪上下 你会把你的孩子叫做耶稣别吗 对吗 肯定不会 我认为这些经文要说的 不是猎王纪里的耶稣别 我觉得把圣经 译成中文的人 也相信这一点 因为这里说是 那耶稣别 让我举个例子 我儿子亚历很喜欢说笑话 我会称亚历 是个孝心 我不是说她名字叫孝心 我只是说她是个孝心 对吗 因此耶稣说 她就是那耶稣别 也就是 她跟猎王纪所记载的 耶稣别是同一类人 你们可以跟上吗 假如这人跟耶稣别是同类的话 就让我们看看耶稣别 好吗 在猎王纪的耶稣别 是个拜偶像的王后 她常常作恶 有很强的影响力 导致整个以色列都被迷惑 只有一人胆敢站起来对抗她 她叫伊利亚 虽然她后来也要逃避追杀 但她站起来对抗那些利益团伙 谁是耶稣别的利益团伙 他们的心经是耶稣别发的 他们就是那些大众媒体 我应该不用再说明吧 因此 伊利亚与以色列众人对峙说 你们是否要侍奉神 你们心持两意 要到几时呢 若耶和华是神 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黎是神 我们要注意巴黎是个偶像 当你听见是偶像 你会有什么想法 若巴黎是神 就当顺从巴黎 众民一言不答 因此伊利亚要跟他们对抗 现在回去看看 推亚推拿教会 并要提出一个问题 这教会的爱心 信心和服侍不断长进 他们实际上犯淫乱的罪吗 又吃忌过偶像的食物吗 我并不认为 原因是因为保罗 没有说过吃忌过偶像的食物是罪 根据哥林多前书八章 甚至罗马书十四章 这都是按照自己的信心 对吗 那么耶稣为何会责备一些 圣灵容许保罗去做的事情呢 对吗 据大部分诗经书说 大家都不相信 推亚推拿教会 会犯淫乱或败偶像的罪 因此是故意败偶像的罪 对吗 我真正想说的是 这些都无关重要 什么才是重要的 耶稣说这番话的焦点 在于这教会 对这已知的罪或败偶像 以无能为力 耶稣说 但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你容让 容让这词 意味着你容许或你应允 从消极的角度来看 就是你没有阻止 防止或制止 明白吗 所以耶稣跳过 不去谈这些犯罪的人 比方说 这教会可能出现过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女人 并且有许多追随者 但耶稣并没有谈及这女人 和这些追随者 他却想对付教会的视若无睹 你在容忍这罪 你并没有抵挡他 明白吗 耶稣说 我曾经给他时间悔改 他却不肯离弃这行为 所以耶稣显然曾警告过他们 但他们却从耳不闻 现在他在对付这教会 对罪的容忍 对吗 这教会大概只喜欢 令人振奋 或鼓励人心的教导 却不想听到 教证性或告诫式的教导 明白吗 这就好像你待着的房子 发生火灾一样 如果你的房子发生火灾 而其他人却在熟睡时 你会如何反应 不行了 我要救他们离开房子 对吗 你知道使徒犹大 在一个类似的情况里吗 犹大在书信中说 亲爱的朋友们 我一直很想给你们写信 谈谈我们共享的救恩 他原本想谈一些积极的课题 就如救恩 但现在 我觉得有必要写信 谈谈别的事 敦促你们捍卫信仰 这信仰已经由神一次 且永远地托付给他的圣名 我这样说 是因为有些不进钱的人 已经偷偷混入你们的教会 扬言说 有了神那奇妙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放荡地生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使徒犹大想谈谈天国 谈谈身为基督的大使 这位分 谈谈借主赐下的智慧 与从神来的医治大能 但是更重要的 就是要警告你 去提防那些 把神的恩典 说成是可以放荡的 生活的许可证 因为过去 有一些人在传扬一个 可以纵容的恩典 而非得着能力的恩典 推亚推拿教会 正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因此犹大说 我要有为父的心 我现在要劝诫你们 我明白犹大在两难之间 也明白他的沮丧 我尝试过 有许多次 想写一本正面题材的书 一本让人兴奋 觉得被鼓励的书 谁会不想被鼓励 请别误会 福音包含被鼓励的元素 就如造就 安慰 劝勉 对吗 所有人都需要被鼓励 包括在座的每一位 对吗 但是 你不可以只对神的家 讲鼓励的话 而我们身为教会 却在退缩 我们所做的 跟推亚推拿教会 没有区别 圣灵告诉我 我们的爱心 信心 服饰上 都不断长进 只是没有抵挡 那领人到那冒牌耶稣 这拜偶像的状况 你们明白吗 有句古老的拉丁谚语说 沉默表示默许 当应该要表达的时候 就该要表达 假如应用在教会领袖身上的话 沉默已经是一种表达 就像在说 你这样做没错 继续吧 耶稣清楚地说 那些跟耶洗别 行淫的人 如果不悔改 就要承受极大的痛苦 这是很严重的状况 因为主不是向非信徒说 却是对这教会说 现在我们要问 在这一切包容的背后是什么 为何使徒犹大会写这书信 为何这教会容让这事情发生 为何他们没有去抵挡 这一切是源自 被误导 去了解真正的爱 让我们去读 以佛所书四章 新普及一本 就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比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保罗说 我们不会被人用 听似真理的狡诈 谎言蒙骗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假教导非常狡诈 听似真理 但让我们看看保罗 怎么去反制 他说 我们会怀着爱心 说真话 在各方面成长的 越来越像基督 假教导 可以被误以为是真理 什么力量可以与他抗衡 就是说真话 而且不单是说真话 更要怀着爱心 说真话 如果你只是说真话 最终只会是律法主义 如果你只是说爱心话 最终只会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如果你怀着爱心 说真话 就会让大家都得着合适的保护 这就是为何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 尽管我爱你们越多 你们似乎就爱我越少 因为哥林多教会不想听管教 他们就是不喜欢听 他们想听鼓励的说话 只听鼓励的说话 让我们对自己坦白 我直接把我的笔记读出来 我们避免对别人谈一些属灵真理 因为我们没有以主的爱去爱他们 事实上 我们避免叫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觉得叫人悔改 是缺乏怜悯 温柔 仁慈与爱心 请思考我们团队拍的短片 和人团队拍的短片 嗯 嗯 嗯 嘿查理看看那边 拉布拉多的力拳 那在那边 对啊 哦 我喜欢这种好可爱 是 是的 一般拉布拉多一般贵宾拳 什么 什么 是贵宾拳吗 是 不是不是的 没错是贵宾 那不是修经济的Dave吗 他在那里干嘛 他在那看风景呗 看风景 他不是失明吗 我们要提醒他 哎 Dave 你想做啥 你不能只是告诉他该怎么做 为什么 你是先天吃鸣吗 不是 那你不会明白 Dave的警况 你不能理解他 就让他这样吧 他会没事 他差不多滑倒了 等等等等 但你真的会因为他会滑倒 而去警告他吗 每个人都会经历滑倒的阶段 我不知道他是否滑倒 我只是不想让他从悬崖上掉下去 不是的 听着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需要去爱他 而不是去指正他 这样会对他有帮助吗 每个事情都可以有不同的应对 假如我们指出他的缺点 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被爱 没有被接纳 我只想避免他掉下去 他看来 他看来已经停不下来了 你这思想真有问题 而且他可能不再喜欢我们 你 你是否有想过 你想过吗 Dave 有生命危险 我要警告他 Hey Dave Dave 别别别别 不要 有人吗 有人在附近吗 Hey Dave 你好吗 我是你的同学Charlie Charlie你好啊 别说话 为Dave着想 Charlie 你能帮到我吗 我觉得自己迷路了 你可以 可以告诉我吗 对啊 他可能迷路了 你说的对 我们应该继续鼓励他 Hey Dave 你真的很棒 我很高兴 在这可以看到你 看到你远足真好 你前面的路很好 你很了不起 谢谢 看来我走对了路 仔细看着 他自己会发现的 只要在他有问题时 继续爱他 Hey你还在吗 这故事真的发人深信 让我们谈谈这题目 这故事如何在现实中应用 好吧 我们回顾一下 在片中 大夫是忙的 他朝着悬崖走去 肯定是致命的 但Charlie所关心的 是大夫在最后的时刻 是否过得舒服 当我们在教会里 只着重说积极 鼓励人的话 比如 我们希望你今天 是你一生里 过得最好的一天 我们希望你可以 享受人生 这些都是我们会说的 我们所做的 只是让那些将要 从悬崖上掉下去的人 暂时好过些 其实我们并不爱这些人 可悲的是 当我们真的 因着爱去说实话时 就被别人讨厌 或觉得偏执 我们其实想把他们 从永死中救出来 我认为 我们没有说实话 是因为我们觉得 一个人有七八十年的寿命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自己 可以活到八十岁 比方来说 假如我去一个婚宴 坐上放满了甜点 而我知道 自己只有一天寿命的话 我会如何反应 我会把一切 吃得干干净净 对吗 但是 要是我有六个月的寿命 我就不会 或只会吃一件甜点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肚子不舒服 也不想下个星期 多胖几斤 更不想对健康 做成负担 对吗 别人常常对我说 来吧 约翰 以其享受人生 这不是享受人生 这是享受当天 我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常常在争论说 你不知道他的经历 也不知道他的底细 请思想一下 我们是否因为 不想被别人讨厌 或觉得偏执 而不去把真相 告诉别人 你是否知道 真是有地狱的吗 地狱确实存在 无论主耶稣 使徒保罗和约翰 都谈论过 我们看看圣经 使徒约翰说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在马太福音 主说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这代表 这刑法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是没有限期的意思 帖撒诺里加后书说 他们要受刑法 就是永远沉沦 这刑法是真实的 是离开主的面 神所创造的地狱 不是给人类的 而是给魔鬼和他的党羽 魔鬼蒙蔽亚当 然后耶稣来拯救我们 当我们现在却只希望 每个人可以快乐地 过七八十年的岁月吗 当雅各说 生命是一片云雾石 就代表我们的生命 相对永恒来说 是微不足道的 关键在于 什么是真爱 在圣经 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 神就是爱 请留心听 神就是爱 神没有爱 他就是爱 是爱的重要本质 我们可以告诉那创造我们的 他是谁吗 我们可以把他定义吗 不 我们只可以让他定义爱 对吗 有天 我在海滩漫步 那是个很漂亮的海滩 当时我向神祷告 是在一天的大清早 圣灵对我说 孩子 我的教会 着重爱的外围 而忽略了爱的核心 让我把他这话 向你解释 他在海滩 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要教导一个小孩子 如何去区分男人和女人 然后我对小孩子说 男人有一双眼睛 有一个鼻子 有一双耳朵 有头发 有两只手 有一双手臂 有一双腿 这孩子会很容易地 把女人当作男人看待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告诉他 男女的最大区别 事实上 女人有胸脯 她的生殖系统跟男人不同 对吗 但我却没有把这关键的区别 告诉那小孩子 对吗 神说 你们只谈爱的外围 爱有恩慈 但是从世上来的爱 也有恩慈 爱是很久忍耐 但是属世的人 也会有着受人赞赏的忍耐 你们明白吗 相信我不需要再列举吧 那么属世的爱 跟从神来的爱 有什么关键的区别呢 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 留心看这句经文 好吗 这里没有说爱有恩慈 爱是恒久忍耐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对吗 还有另一句 在约翰二书六节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如果你认为 还是欠缺说服力的话 请听听耶稣怎么说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耶稣说 接受我的命令 又遵行的人 他说的不是建议 就是爱我的 因此 我们只谈爱的外围 却没有聚焦在 神的爱与属世的爱 当中的重要区分 如果我有恩慈 又忍耐 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却不时看淫秘物品 不时说三道四 活在明知故犯的罪中 这是爱吗 不 真正的爱 是有恩慈 不嫉妒 不自夸 并因爱 而遵守神的诫命 假如我们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我守了耶稣 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当我对人无礼 我仍然没有守耶稣的诫命 我对人没有耐心 这也不是爱的表现 爱是个整权的总体 我们不能称 男性的生殖器官为男人 女性的为女人 我们要从总体来看 当我完全在神的爱中行走 我就有忍耐 就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并且守神的诫命 因此 保罗在离世前 他语重深长地 对提摩泰说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这句话的关键在于 无论得时不得时 短片中的查理认为 那不是好时机 所以他没有尝试 阻止大夫掉下去 因为他不想有冲突 无论时机是否合适 无论受人欢迎与否 无论别人是否听进去 身为传福音的人 是要告诉别人 他的生命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这话是保罗 这话是保罗离世前 对着提摩泰 这年轻属神的大使的 临别赠言 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 是有着真理伴随的 没有神话与真理伴随的爱 就不是爱 只是个冒牌货 在当今的世界里 我们偏离了正轨 我们有着并非从神来的 冒牌的爱 也因此驱使我们 创造出一个冒牌的耶稣 我们下一个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